多伦多的这次我们三人的联合展览 是我很期待的 因为我们都是当代艺术家 很希望我们的作品 在世界各个角落 和这里边的一些画家 艺术家和喜爱艺术的朋友 作为一个交流 这样的话既能提高我们的艺术 同时也宣传 作为中国画的现在的面貌和体材 我想不论是哪个国家的艺术家 对于艺术来说 都是有相同的审美 这样我们作为一次交流 是对我们每个艺术家都是有益的 这次带来的作品 是我近几年完成的大昭寺的清晨 整个作品120多幅 因为场地和旅途的携带 我们这次只带来了 我的五分之一的作品 我非常希望这些作品 得到加拿大的艺术家 和加拿大的美术爱好者们的 共同的喜欢 我们做一次交流 特别是我在高原的那些个 关于藏族同胞的一些个现状 的一种描绘 我希望带给加拿大的艺术界的朋友们 是让他们来 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来提一提意见 我们也看一看加拿大朋友们的作品 作为艺术家来说 我们想这样做 会使我们的艺术有更好的发展 作为中国画 有2000年的历史了 它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现代水墨人物化 我们既继承了传统的一些个 水墨的语言和审美 更多的是有西方绘画的介入 中西方绘画的一个共同结合 这是我们现代水墨人物画家的一个追求 古为金用 扬为宗用 是我们的一直的一个审美 比如说我们对于人物化的解剖 结构 在中国的透视都是来源于西方 而我们会非常巧妙地把它 结合到中国的水墨化组织 带来一种不同的现实的中国化水墨